淑梅 淑梅在廣播道路上是其中一個因人 我遲些說幾個因人是怎樣開始 淑梅是其中一個因人找我錄音 我也不知道 車天車地車淑梅我放手錄音 我是初戀的節目 為何我和電台有很多感情 很鮮的感覺 就像初戀的感覺 你說車天車地車淑梅我有一種很甜的少女感 謝謝你 那時候真的好玩 你幫忙 我想問你今天說的第一個題目 我覺得和車天車地這個節目 真的有很大的不同 很大的矛盾 為何呢 車天車地這個節目是一個香港電台的紅牌節目 那個節目主持當然是發音正確 廣東話很好 但你今天呢 在我們這個難得人生裏面說 這個第一個題目 你叫做我要學好廣東話 是啊 你不是吧 你這麼謙的 我不是謙的 我真的不行的 我的廣東話 所以現在呢 我在街上見到一些朋友就說 淑梅啊 我的廣東話呢 是向你學的 又或者淑梅啊 我學不到廣東話 怎麼辦 怎麼算好 我說不要緊 聽多點電台 去了解多點那些發音 是怎樣 就是為之牛啊 不是牛啊 是我啊 不是我啊 那些這樣的說話 你多留意多點就可以了 因為我自己呢 都是不行的 因為我小時候呢 家裡有很多兄弟姊妹 沒有辦法養得那麼多個 將我送去元朗 和我的乾媽住 那我乾媽的家裡呢 就有一間很小很小的石屋仔 四周圍呢 都是那些石屋來的 但是呢 就大間一點 而裡面呢 很多小朋友 跟我差不多年紀的 不過呢 一家就八個 一家就七個 一家就六個 這樣 我那家呢 就只有我一個 所以呢 每一次 一話要去玩的時間呢 我就 我就只有一個 去迎戰那麼多小朋友 他們呢 很喜歡呢 就是 挑戰我 就說 你知道嗎 什麼叫爸爸媽媽 什麼叫兄弟姊妹 那我不懂得回答的嘛 不懂得回答的時候呢 他們就用一些腳趾 不知道為什麼呢 或者用手呢 就來撕我 撕到我呢 就受傷了 還有呢 那時候呢 我已經學了 就說 他們的畫了 即是說那些 客家話 原來你第一語言 是客家話 是啊 因為那時候四歲嘛 四歲剛剛是最好的 吸收時期 講了那麼多年 都是客家話 但是我聽的時候呢 我懂得聽廣東話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乾媽呢 就覺得 太可憐了 這個小朋友 每一天呢 都是傷痕累累的回來 很慘 我買個收音機給你啦 你不要出去 跟他們玩啦 這樣呢 就用一些鐵線呢 就是紮住那道門 就是不讓我出去 那我就很開心 因為那個收音機呢 真的聽到很多電台的節目 不過呢 就是很悶的 那些節目 有時候呢 聽了一首歌 現在不知道播什麼歌 然後 很久都沒有那首歌出來 很久 終於有一首歌出來 我這麼久呢 還有有時候呢 有時候呢 聽到他們說話的時候呢 說話那麼悶的 不過有時候呢 我講得很開心的時候呢 我就覺得 嘩 很開心 於是乎我有一個 就是心願 就說 我要將來長大 我要做收音機 我希望我能夠 說一些開心的東西 令到聽收音機的人呢 就會開心的 會笑的 那樣 那時候我已經有這樣的心 就是心事了 但是 誰告訴你 是可以做到的 沒有嘛 我告訴別人 我說我想做收音機 那些人都會笑我 是鄉下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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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可以呢 四年之後 我的乾媽結婚 將我送到我自己的家 回來車家 很不習慣 因為家裡有很多兄弟姐妹 我一向來習慣了一個 很多時候都說要回元朗 那些長輩就說我 這麼沒有人情味 家裡都不喜歡 很寂寞 我又喜歡聽收音機 那我也跟姐姐 車心梅說 我可不可以參加兒童節目 可不可以真的在收音機裡面說話 我姐姐帶我 帶我真的去了 中環那個香港電台 我當年在水晶大廈那裡 三樓 哇很冷 一開門 哇 那個冷氣 直接看到霧 焗進來那裡 很冷 但是我很努力 我學了我姐姐 教我說那個 叫做朱古力的手指的故事 我真的說了 哇 我覺得很精彩的 鄧偉恆姐姐的編導說 哇 你真是好 老爺 你一定要跟我們 做兒童節目的廣播員 好嗎 我當然拍了手掌 這是我的第一志願 好了 真的給我很多劇本 阿朗你也知道 我其實不行 那些劇本很複雜 第一 第二 我真的不懂得說廣東話 那誰教你呢 我姐姐 我姐姐說 但是那些劇本我是主角 板板都有我 我圈圈圈 我都累了 但是她教得我多少呢 她教了的我就懂得說 不教的我就不懂得說 越來就越糟了 因為他們知道 原來這個車屬梅 是不行的 我那時候一開始 那些公民袋的劇本 是禁口的 是 跟著就禁口 跟著就禁口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坐在門口 我等郵差叔叔來 有沒有劇本啊 沒有啊 沒有啊 後來呢 路人夾 都沒得做 做路人頂而已 後來跟著 真的沒有這樣的機會 我以為從此之後 我沒有 沒有機會在電台裏面 我不知道 這是你人生的第一種大挫折 很大挫折 我以為我以後就是 沒有機會了 後來後來的機會 後來 為何我的廣東話現在都OK呢 是因為去到中四那一年呢 我姐姐已經進了電台去做 因為知道呢 我背後呢 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車心梅 那他們請了她去電台做一些廣播劇 我姐姐看到我呢 每天都愁眉苦臉 看到她的劇本呢 只有她羨慕的字 然後她說 阿妹 你這麼喜歡做電台 你知不知道 不是每一個人呢 生出來呢 都懂得說當地的語言 如果你要去做播音的話 你要學好你的廣東話 哇 真是一言驚醒夢中人 我們那時候呢 就用了 差不多用了半年的時間 我才把我那些 不行的說話呢 是洗擦乾淨 我現在就很記得一個說話 就叫做事在人為 真的 如果我當年 沒有去學好我的廣東話 沒有去準備好自己的話 後來電台有機會叫我 你試試做車天車地 我也都不能夠去 接受到這個任務 所以事在人為 準備好你自己 這個非常之重要